就是说如果你把对方打败了的话 假设我 我是这个齐国的一个大臣 我打败了对方的一个国君 那么我怎么样去抓他 我上去 反正他是败了 我上去去抓他 这是不可以的 他即使是败了 他还是国君 那我怎么样能够把话说得非常的好听 这就是外交词令 所以左撰非常善于写这个是战争和外交词令 而这两个东西 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历史上 他不可能这个已经给你有记载了 所以他很多的是一些杜撰出来的 编出来的 所以有人说这个 他的语来语去的东西 都是不能当历史来看的 我想他更多的可能相当于一个文学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政博科乃语言 也是这样一个 就是说在春秋经里边 春秋的这个孔子写的春秋里边呢 只写了这六个字 到了左撰里边写出这么一长天了 那么后来人们就把孔子写的这个春秋呢 叫做经 这个左邱明写的这个呢叫传 经呢就是所谓的不动 不能变更的东西叫经 就是我们说的经典 传呢是对于经的一种传述 或者是对他的一个扩充 所以他两个地位也是不一样 一个经一个传 但后来呢这个左撰本身也会写得好 所以他也会 再后来就有人 这是两个分别的书 春秋和左撰是两个分别的书 后来也能把这两个书合在一起 也有 我们来看中国科乃语言几篇文章 这个题目 题目的意思 文选呢 对于古汉语来说 是一个综合的材料 就是任何一个东西 比如说他在写左撰的时候 不会想到说 这一刻到2008年 可能作为古汉语的一个教材 会用它来讲汉字 不会的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材料 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而对于第一篇来说呢 我们会把这中间的语言的知识 和文化的常识都讲给大家 而要学大家掌握的是语言的知识 文化的知识帮助你去理解这一个篇章 但是将来考试是没有的 郑伯这个人实际上就是郑庄公 郑伯是一个名字 那么郑伯呢 可能很多的国君 郑伯的国君都叫郑伯 那么这个地方的郑伯是郑庄公 这个伯是他的一个爵位 一个爵位 那么爵位呢 郑伯呢 古代芬五等 郑侯伯子男 那么他是伯爵的 可是伯爵 你看伯爵他是伯的嘛 这个叫郑伯没有问题 可是他作为国君就是郑庄公 可是这个又叫公了 那么这个公就是只是一种通称了 一种尊称了 因为郑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这个公是最大的 所以大家通称一个人 或者尊称的时候 可以称他叫公 庄是嗜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个人 叫这个 事法研究 专门讲中国古代的事法 就是有这个 人死了以后 给这个人定嗜好的时候 根据什么去定 每个嗜好代表了什么 因为我们说 这个人死了 那么盖棺论定的时候 给他一个名称 这个人叫庄公 那么庄是什么意思 对他医生有个什么叫 一般的来说庄 不是这个嗜好 可能是我们觉得 不管这个人活着的时候 干了什么好的坏的 死了总是给他一个好称呼 大部分就是这样 但也不全是 有的时候可能就 这个人实在是 你挑不出哪一点来 因为有的东西可以说 你从一个客观的角度 他无所谓 几个好坏 只是说当时的 他做的这个老百姓 他可能觉得 不能忍受 但是有的人可能真的是 不太好说 他有什么好说 所以有的人的嗜好 也就是用坏的字眼去称呼 还有你可以看到 这个嗜好的这个长短 越来越长变得 你可以 这个很有意思 是吧 那么这个庄 郑庄公这个庄 是他的一个 嗜好 死后对他的 还有嗜好 就通常是一个庄 历史上有不同的 这个什么庄公 但是同样的庄 在不同时代 他有不同的含义 克战胜 这个克呢 原来画的是这样的 他的字形是这样的 罗志语说 向人带咒形 就是像一个人 带着一个盔甲的样子 带着一个盔甲 那么这个克呢 是一个动词 他在这个解释里面 向人带咒形 实际上他的意思 相当于这个带 就是你带着一个东西 那么带着一个东西 就是你承担着一个东西 所以他有一个 能够承担 能够胜任 这个意思在里头 所以这个克呢 是有战胜 今天还 这些词中还说 这个其实就是上一次 序列里面讲到的 在这个战无不克 这种话里面 现在汉语可能会说 战无不上 是吧 那么战无不克呢 你觉得水面语更强 是因为他保留着古代汉语的 一个含义在里头 从战胜到克制 战胜那么 你就可以去控制自己了 可以战胜自己 控制自己 所以他有克制 比如克制奉公 这次我们都有很明确的感觉 他是一个庶列语的 就是因为他古语的时候 他比较浓 段 这个人呢 他的名字 称得全一点 叫公书段 公加书加段 这是对一个人的称呼 这是文化常识 就是古代怎么去称呼一个人 现在呢 我们可能称呼一个人 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是你的小名 一个是大名 而且现在小名叫的比较少 或者是小名和大名 都是虫的了 那么古代是公 公是他的地方 他被分封的地方 他分封到公这个地方去 书是他的排行 段是他的名 所以地方加排行 加名叫公书段 于焉 于焉就是在焉这个地方 焉是现在的河南 那么正国本身 这个国家 就是在今天的 今天的哪个声 郑伯 河南 郑伯就在河南 那么整个这段话 翻译过来 这个题目翻译过来 郑伯科段于焉 就是郑伯 战胜 段 于翻译成在 在焉 郑伯战胜段在焉 好吗 不好 怎么好 郑伯在焉 那么这里边你一翻译 你就知道了古今的差别 首先我们有一个语须的调整 说到语须以外 再就是各个词的 比如克 克 于 现在说在 那么古代汉语呢 可能会把这个鱼焉 这是一个 我们翻译的话 按照古代汉语 我们说它的语法关系 按照古代汉语 它是一个补语 因为它在动词后头 到下代汉语中 我们习惯是把这个补语的地方 做成状语 郑伯在焉这个地方战胜了段 所以这是古今的 语序的差异 用词的差异 词语的差异 郑伯战胜了段 在焉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那么对左传来说 他要去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缘有头债有主 那么他要去往前追 他为什么要去打他 这两个人是兄弟 兄弟俩 这个哥哥为什么打这个弟弟 而且是克 克呢我们说是战胜 实际上呢 有人说他有 意图上有想把他杀死的意思 不公带天 那么这句例 追到兄弟俩 追追追就追到了 他爸爸妈妈那儿 从他爸爸娶他妈妈那儿 开始说起 所以出 正武功娶一身 当初的时候 他爸爸娶他妈妈的时候 出 当初 凡是这个出 在古代的文献中 就是 道本其事 也就是说道着来 追溯这个事情的根源 本 根本 尽量是追溯 道着去追溯这个事情 当初 正武功 是正庄公和 公书段的爸爸 娶余生 就是 你看这个地方又是 娶余生 这个娶是娶亲了 余生 就是在 生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也是在 今天的河南 但是这个国家很小 它叫 它是一个正国的附庸 叫他叫附庸 是说 这个国家太小了 他如果有事情的话 当时因为 整个的 天下是 周朝的 周天子 那么 如果是说 这个深国有事情 他想去告诉周天子 对不起 不可以 你的国家太小 地位太低 没有权力之地和周天子对话 如果他有事情 他要先告诉郑国 通过郑国的国军 去告诉周天子 所以附庸就是 辅助到那边 把郑氏和主要的 一些发言权 都辅助到那边 那么你通过 郑国一转手 那肯定这个事情 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深国是姓江的 古代 其实不取同性的 不可以取同性的 那么 郑国是姓什么 郑国姓什么 这个是 郑国不姓郑 但是呢 这个是一种 姓的来源 就是说 你说他是 郑国是在 郑这个地方 那么 因此呢 这个 国君和一些 可能地位很高的人 可能用国来作性 这个确实历史上是有的 但这个地方不是 因为郑国呢 本身是周天子的分封国 他和周天子是同性的 周姓姬 这姓姬 那么郑国姓姬 这个 你可以去看 古代主要的是国家的这个 那么姓江的 我们知道 非常大的一个 江姓的国家是 齐国 对 齐国 这个申国也姓姬 那么郑武功取一申 其实郑武功呢 在申国取亲 还是和郑国刻到鱼烟一样的 这个鱼烟 鱼身 他是放在后头的 约武江 那么这个武是他丈夫的嗜号 江是他自己的姓 这是他死后的一个称呼 所以不是娶她的时候 那么古代对父女的称呼 将来这个 我们这个书上 讲到这个 武江的时候呢 还会叫他叫江氏 江氏 这也是古代对女子的 非常普遍的称呼 就是在自己的姓上面 加上一个事叫江氏 那么古代对贵族妇女的称呼呢 他在婚前 婚后 死后 有不同的称呼 所以今天我说孟江女 孟江 那个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 还没有出嫁的时候 他用排行 加上自己的姓 就可以了 排行加姓 这是说的贵族 排行加上姓 和孟江书姬 那么孟和书 排行 江和姬 是他的姓 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片子呢 大家不用抄 因为会都会在信箱里面 都会有 结婚以后 那么就差别比较大 比较大是因为 他的丈夫 所跟的丈夫呢 是丈夫的 这种地位的差别比较大 不同的地位的丈夫 那么他有不同的这个称呼 有的是 所出国名 加上自己的姓 比如秦江 那么是齐国的这个女子 她从齐国来的 她又姓姜 晋姬 从晋过来的一个女子 她本身晋国是姓姬的 也可以是配偶的国 配偶国的这个国 比如秦姬 她跟着一个姓秦的 那么她自己姓姬 西规 那么她是 丈夫是西国的 她自己姓规 配偶的士 或者封义 因为如果是说 你跟着一个国君 那么当然 你可以 就按第二条 你把你的配偶 的这个国名 当作自己的称呼 没有问题 因为你跟着国君的话 这个国就是你的 但是你如果丈夫 不是那么高的地位 你丈夫就是这个国家 下头的一个封地 那么就是封地的名字 加上自己的一个姓 死了以后 是配偶或者本人的 这个嗜 加上自己的姓 这是对于古代女子的称呼 这就是文化常识了 那么我们读书的时候 知道这些以后 可能对你理解 有些地方会有帮助 生装工具工具上 生了两个孩子 那么这两孩子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他们的关系就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这个结果 装工勿生 金江世 顾名也勿生 最勿之 装工勿生 金江世是让江世受了惊吓 这个装工生的时候 就是后来做了国君的这个儿子 他两个大的那个 然后出的时候 让他妈妈受了惊吓 这是怎么生的 他勿生的 所以就把他名字叫悟生 这个也是 古人这种方面 就是觉得有的时候 他们会 会貌如身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将来我们到第二节课的时候 还会在那个 金灵工夫军里 还会讲到 有一个人 他生下来以后 序骨上一块黑的 一个标记 然后他的名字叫黑豚 这个呢 他生的时候是悟生 那么他一辈子的这个既好就带着 他就叫他叫悟生 于是呢 岁于是他就讨厌这个孩子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怎么生的就让他很讨厌 悟生 那么我们这个读文献的时候呢 实际上这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强调 所以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 把它讲过来 有没有强调是因为呢 可能我们 对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差别不大 而对于有些字呢 我们不理解的时候 我们首先从这个字的本意 也就是从他的字形上去考虑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误大家看是什么 今天有没有什么词 因为误不单独用了 现代汉语 那么你想想 语是双音词 在哪个词里还可以用 那么这个误是什么意思 双音词也很少用这个误是吧 但是诗经文比较熟 误昧 误昧 悠哉 悠哉 是吧 误昧私服 误昧 误昧是睡醒和睡着 就是不管你睡着醒着 都在想那个人 二十四小时的 那么这个误是睡醒 那么如果是睡醒的话 专攻睡醒了生 这句话是不通的 如果不通的话 那么专攻是他妈妈睡醒了生的 或者是说 再想 就是专攻是他妈妈睡醒了 后发现生下来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的问题呢 在于有好几个 第一个是说 他的主语换了一个 是吧 专攻物生 我觉得专攻是主语物生 那么侯独是品质的 他的动词 那么这个物生是说的 专攻应该是 不是他妈妈醒了 发现生了 而且也不至于说 这个也太什么了 就是睡醒了 发现这个小孩生上了 吓了一跳 哎呦 有个小孩在这 那么这是第一个 但是以前确实是有这么讲的 确实是这么讲的 他有根据 根据是他字就是写的这个物 字就是写的睡醒 所以他可能是他妈妈 睡醒了 发现有个小孩在那 吓了一跳 这就特别 但是你说特别 不至于很讨厌 所以这个从事理上来说 讲不通 所以我们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这个话谁要不懂 那么想到从字形上去入手 因为他写出这个字 我们去想到 字形上没有问题了 务实睡醒 讲了 讲完以后 与理不通 这个与理不通的这个理事指的是事理 和事理是不通的 没有人生了小孩 自己不知道睡醒了 吓了一跳的一个 所以事理上是不通的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从第一关就知道说 他这个 字理上不通 你这个字讲错了 或者你的语言上讲错了 那么这是一种错误 这个呢 这么讲出来以后 字上没有问题 他就是睡醒 没问题 可是他的事理上不同 所以就得尝试其他的 那么尝试其他的呢 把这个物呢 讲成是逆着 物生就是逆生 逆生就是难产 难产 那么这个也 正好他妈妈 因为这是第一个小孩 这个应该是会非常的吓人 特别是古代 他在没有这个 一来条件的情况下 大人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而如果是说他妈妈又是一个比较爱惜自己的 那么这个可能就更有问题 装功物生 所以呢装功是难产 装功逆产 好不容易 生下来了 他妈妈可能也还没问题 母子平安 但是他妈妈会非常的 这个人的心里有时候 有的人是清楚的 有人是糊涂的 有人永远是糊涂的 就是他一直认为说 自己受了这个 到了这个罪是孩子造成的 他一直说 这孩子已经造罪了 可能是这样的 这一种 所以呢 如果讲成逆的话呢 那么就是 它是一个同甲字 同这个 敌武的武 敌武的武 敌武今天我们还用说 敌武就是指的 这个东西不顺 相抵触的 物生就是 异生难缠 那么这些话就 通下来了 这是一种 也还有人讲呢 就是根据一些地方的民俗 讲到这个物生呢 因为我本身是睡醒 那么睡醒以后呢 就是有一个睁开眼睛 看这个 所以呢 物也可以当睁开眼看 所以有的地方呢 有这种风俗 就是小孩如果生下来 就能够马上睁开眼睛 看的话 认为这是不吉利的 这是中国的地方风俗 到现在有的地方还这样 所以也有这种讲法 认为说这个小孩 一生下来以后 睁着眼睛看 把他妈吓一跳 或者他妈觉得说 这小孩将来不是个善茶 可能会对自己 或者对于丈夫 或者对谁 反正是不是好事 不吉利 这种讲法也有 但是最通行的是第二种 第一种我觉得 事理上是不通的 第二种呢 从事理上是通的 但是在文字上来说 你得讲通讲 而这也是将来 我们讲到通讲的时候 会讲到的 就是说 还是要慎讲通讲 因为他字上写的是 这个宝盖的这个物 你就不按物去讲 你非要按着牛的去讲 人写的就是宝盖的 那么你要是这样 去成了习惯的话 老就串给人家文艺 也是不可以的 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上 才可以去把这个字讲的通讲 所以呢 这几个字呢 最后大家通行度比较高的 是讲成第二种 最物之 爱公书断 欲力之 喜欢这个小儿子 欲力之 利之是利他做太子 因为当时丈夫还在 那么利他做太子 弃请于武功功夫许 弃屡次 还有就是呢 我这个片子上 我把颜文汇都打出来了 但是呢 颜文后头跟着的 这些注释呢 是和书上 成为一个互补关系的 不是说我打出来的 这个注释 他需要你去掌握 而是说书上有的 我这都不出现了 就是弃请于武功 这个弃 当屡次讲 多次的请于武功 像这个 他爸爸去请求说 把这个小儿子 立成太子 功夫许 许答应 今天还用 这个正武功呢 没有答应这件事情 即专攻即位 为之请至 那么后来这个 正武功不在了 他的儿子 就是那个 武生 武生 做国君了 即专攻即位 即等到 专攻即位 为之请至 那么为这个小儿子 来请求至这个地方 为他请求至这个地方 即专攻即位 这个即 这是他的古文字字形 和刚才我们讲到的 物的这个讲法是一样 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字形上 作为一个依据 去寻求他的意思 新闻驱读古代表 像无非就是 这么几个途径 一个是从字形 因为它写成这样 那么我们看看 它这个字 本来是什么意思 从字形能不能找到 一个根据 第二个 从字音 比如说那个物 物我们从字形上 去找 房子里边 好像和睡觉有关系 因为只有宝盖 那么从字形上 找不到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说 是不是声音 跟我声音去找找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 我现在说的是语言 你听到的是声音 你记下来的是字 你记下来的那个字 是不是我说的那个词 这是不一定的 所以这就出现了 在我的口语 和你听到的东西 记下来的时候 出现一个用字上的差异 这就出来了通假 你听到的声音 那么就一个同音字 通假就出来了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从字形上 找不到根据 解释不通的时候 再想想 他写的这个字 可能不是这个字 可能只是积了一个音 积了一个同音的 所以你要想到 这个 想到这个物呢 可能不是这个物 他只是 人说话的说 专门物生 专门物生 只是叫物生 但是可能是另一个字 你的字写的是同音的 不应该从这上去讲 这是一种 从字上去讲 从音上去讲 再就是从意义上去 相互的联系当中 去推测它 形意三方面 或者是综合的 或者是通过某一个手段的 你去找依据 那么这个专攻 集专攻 集位这个集 和这个集 从词意上 和字形上来的 它们都是一对子 一对就是说 词意上它两个是相关的 从字形上来的 它们到的时候呢 也有联系 左边画的是一个鬼 对 那个石鬼 北京有一条街叫鬼街 是吧 鬼街这前两年 或者这几年很有名 以前大家未必知道 这几年特别有名 大家知道鬼街干什么的 对 因为马小 因为马拉小龙虾 它出了名 这叫鬼 怎么知道鬼街 那么其实你看它 可能也和这个有关系 没有去考证 你可以考考鬼街 是不是它由来已久 就是一个 想吃一条街等等 那么这左边是一个鬼 是一个石器 里面装的东西吃 那么上面这个集呢 是一个人 对着这个石器 一个人面对着 也就是说 将要就要去吃饭 所以即将 将要就要 是这个集 下边这个集 这个人的嘴 和头扭到了一边 不对的这个石器 就是吃完了 吃完了扭头了 所以一个是即将 他对着了 他要这样去做这个事 这个是集 所以这个就可以分 这个就是我们用字形 去讲他 可以很形容地看出来 他的词意上这种差异 好 这个妈妈 爱子之心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爸爸活着的时候 向爸爸去请求那太子 这个不可以 那么等哥哥做了国军以后呢 先给他请求 治这个地方 我们看 治是一个什么地方 官曰 治延义也 国属死延 他亦为命 这是正装功了 这就物生了 治这个地方是一个延义 延 山或者是高地的边 那么再隐身就指的是显耀 所以美术上说 住室里边好像是说过 这个延是显耀的地方 义 是人住的地方叫义 待会我们会讲到义 义呢是对于城市的一半的城乎 只是它的地位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一半的城市都可以叫义 治延义也就是治 是一个显耀的城市 这里边我们翻译的时候 就加上一个是 其实它这里面你看 治延义也就两个名词 治主语是名词 延义也是名词 是畏语了 这就是 国书死延 国书是一个人 就是当时有一个国家 叫东国国 那么这是东国国的国君 所以他叫国书 死延 延 于是 这个在中学的时候 大学后 这叫奸词 是吧 就是说他的语音上来 就像北京话很好理解的 这个 甭 甭 就是不用合起来 就这个 那么于知或者于是合起来 就奸 死员 郭书死在那里 于是在那里 他一文明 他书上有一个注释 这个他和今天我们说的 一个单人加一个也的那个 他是一体字 那么这两个呢 字形 不一样 意义和声音完全一样 这是一体字 所以你写哪个都行 他以为其他的城市 我会听从命令 唯是听从命令 听从你的命令 这个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妈妈来给弟弟请求 治这个地方 他没有答应 他说的理由是 这是一个险要的地方 国书死在那里了 国书死在那里了 那么 我爱我的弟弟 我不想他死 这个话听起来是很好听的 那么就是说 国书当时因为呢 他在这个 治这个地方很想要 他事想作乱 他曾经是属于郑国的一地方 那么他就事想作乱 想要和郑国来抗衡 后来被郑国灭了 他的地方也就收入于郑国了 所以 国书死了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弟弟在那儿 将来 有个什么小心思 也打起来 那也是不国书的后尘 所以不想让我第一次 所以呢 不在那儿 他以为其他地方可以 那么其他地方请哪儿 请经是居治 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说人家的经 人所谓绝高求也 人坐的绝高的一个求灵 也就是指的 人坐的一个非常显要 一个非常大的地方 现在经呢 在后来用到的是 他的大这个词译 所以经 本身是一个了 我们说的北京啊 南京啊 京都啊 京师啊 这些 鲸鱼的经 这是古人那位最大的一种 鱼 就是古代把它当鱼了 鱼 这个一个路一个经 这是路里边的一个 力量非常大的一种路 对这个都还大有关系 所以这个经呢 是大的 那你看这个妈妈 他爱这个孩子就是 先给他请一个显要的 其实他也知道 治这个地方 将来可能他的小儿子 在那地方可以事先作乱 那么既然治不行 那么请经 请不了大 请不了显要的 请一个大的 所以给他请出一个大的 那么因为 庄公有话在先 他也为命 所以这个只能是答应了 使居之 那么让他住到那里 为之京城太书 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公书 叫做京城太书 京城大书 这个就是一个字的问题了 我们来看这个大 大这个地方我们念的时候 和他的词译都是太 本来他是这个大就是指的和小相对的 这个我们说的一个体积上的大 外形上的大 但在隐身 这冲向以后指的辈分上的大 我们今天说辈分高 也说辈分大 那么后来呢 就把这个外形上的这种大 看得见的这种大叫大 那么把这个意思呢 就专门再给他加一点 这个大上加一点叫太 所以今天讲到这太呢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称呼里边 包括这个京城太书的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称呼 那么指人的辈分的高 地位的高 这个叫太 太老师 太爷爷这种太 那么在这个太出来之前 那么写到辈分大 和外形的这种大 这两个大的意思呢 都是写成这个不带点的这个大 再到后来才加了点 把这个太翻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京城大书呢 他的意思就是京城的一个太书 京城的一个地位最高的一个人 因为他的排行是比国君要小嘛 所以他是国君的地 所以叫他叫书 京城太书 这个顾杰刚就说过 他说古人用太子本指其位列之代钱 位列之代钱就是他的这个辈分的这个大小 书段支撑太书 以其为正装公之第一个弟弟 他是书里面的大的 他是国君的弟弟里面 那么比国君小的 那么我们大家就叫书了 书里面的大的 这叫太书 这个太还是一个辈分 或者一个他的地位的 好了 这个他的弟弟终于有了一个归宿 下面就出来了这个兄弟俩的关系 其实这个书大家也可以看 他这里边对于正装公的 对于弟弟的作为交代的比较少 就是他怎么样去对待他弟弟这个事情交代的比较少 但是最后呢 这个孔子用了一个正博客战语言这句话来 显示孔子的对于正装公的看法 他对正装公是有看法的孔子 再重耶 都城过百志过之害也 再重是他的一个大臣 这个正装公的大臣 他说都城过百志十一名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刚才我们说正国姓什么呀 大家说正国姓正 那我说是有这种 但正国不姓正 但是有这种 就是说他在那个这个地方念债 实际上就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称呼的时候 那么他十一名 就是他被封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一个衣食来源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的了 所以赋税归他自己有 所以叫他十一名 那么这个人呢 就从他的十一当作自己的称呼 因为他是那个地方的一个长官 这中曰 都城过百志过之害也 都城过百志 什么意思 以前有过这样的翻译 都城飞过一百只只鸟 那么这个大家看 这是我们书上的这个标点是这样的 你来看这个标点 杨伯俊 都城过百志 并且他说都和城是两个词 都是指的都城 城市 城是指的城墙 今天都城发在一起 就是他的词意就偏到了都上来了 就指的城市了 那么古代的时候都是指的城市 城是指的城墙 将来我们还会学到说登城 登城是指的登城墙 要不然有登城 这个北京城也登登登登 所以它是指的城墙 所以这个城 今天还有这种登城的这个 所以都城过百志 是都市的城墙超过一百只 那么这个志呢 书上有注释 是古代的一种丈量的单位 一个面积单位 长 三丈 高 一丈 这样一个面积 是一致 一致 那么 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 那么它的 国度的城墙 是不能超过三百只 国君也就是诸侯国 比如郑国是一个诸侯国 郑国的国君 郑庄公 他的这个国度 不超过三百只 只是周天子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不能够太 不像今天 今天说反正有钱你就见吧 古代有钱没用 所以中国就是说 要得有地位 要得做官 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国君下头的 一个诸侯国 对于郑国的这个下头的 一些长官 最大长官的话 那么它不能超过 国度的三分之一 那么就是不能超过一百只 从它长度 其实这个主要是指 这份面积 它的长度 因为我们说长 三丈是一致嘛 它的高一丈 那么长度三丈 就是不能够超过这个 一百个 这个三丈的这个长度 郭之亥 那么它如果都成过了一百只 一个国家的一个 祸害 因为等于是说 它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身份 和应该做的东西去做了 那么将来它做其他事情 可能就会无法无天 所以这中呢 非常敏感的就发现这个问题 独成过百只 过之害 这就是说 公书段的独成 已经过了标准 张公二十八年的这个左传说 翻译有宗庙 先君之主约都 吴约义 实则可以同称 他说就是一个城市 如果是有这个宗庙先君 也就是指了有这个国家的一个 祭祀的一个庙的话 那么这个呢叫做都 没有的叫义 因为地位的高地是不一样的 重要的叫都 一个小的叫义 实则可以同称 就平时用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那么严格 但两个人 两个词对着一起用的时候 它两个是有差别的 分着用的时候 可能词一式相通的 先王之治 大都不过三国之一 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 先王之治 就是先王定下的这个规矩 大都 大都 大的都市 不过三国之一 写的是参 参和三 这个有没有 书上有没有注释这个 有 那么参和三 这是可以经常通 因为它的差别 就在底下的这个 十三平 十三横 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 这个呢 是古代的一个分数的表示法 和现在不一样 那么我现在先给你翻译过了 你看现在怎么说 他说先王定下来的规矩是 大的都城 我们不超过三分国都之一 今天是说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或者是呢 我们在数学上有一个表示就是 我们会把这个放在后头是吧 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国都 是吧 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 一般的我们把这个可能它的量放在后头 那么三分之一的国都 那么古代呢是把这个国 三分之一的国都 这个国是国都 三国之一就是三分国之一 三分一个国都的一份 和今天说的三分之一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习惯于表述是三分之一 古代说的三分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今天我说 十分之一的人 十分之一的人 那么古代可能说十分人之一 十分这些人中的一份 十分这些人中的一份 他很明确地说十分这些人 现在说十分之一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分的是什么东西 中五之一 中五之一这个就更简单 它是因为上头有一个语境 所以下头就中 是指的中都 不过五分国之一 或者不过五分之一的国都 中等的这个都城呢 不超过国都的 国都也就是指的一个国家的首都 也就是指的镇国的这个首都了 国都 小九之一 如果小的城市呢 不能超过国都的 不能超过镇国的首都 就每个国家首都的九分之一 那么刚才你们说的这个都是都城 国是国都 义是比都的地位还要低的 也就是最高的叫做国 其次的叫做都 再其次的叫做义 后国之国 也就是一个诸后国 像镇国的国军的这个国都 七城长三百支 三百支就是三百个三丈 一个支是三丈这么长 大都三分七国之一 不过百支也 中都不过六十支小都 不过它是三支 那么这个 公事段的都城超过了百支 也就是超过了 这个国度的三分之一 金金不度 非之也 金江不堪 公约 江西与之 焉壁汉 金金不度 这还是 在众 对郑章工说的话 他说呢 现在呢 金这个城市 不度 度 本来是 法度 制度 这叫不度 怎么翻译 不合乎制度 所以呢 这个度本来是名词 这个地方呢 就当动词了 就是指的 合乎制度 本来度是制度 法度 这叫不合乎制度 不合乎法度 非之也 金江不堪 至 制止 如果不制止的话 就是说现在 公事段 一脸苗头了 想 尝试一下 你的 容忍度 想把读生多大了 看看你怎么样 想试探一下 如果你现在不制止了 金江不堪 国君寗将要 不能够承受 不堪 不能承受 将来他会 看看你 如果是不制止 将来他就打得大了 公约 江西与之 焉 这个字今天念 开辟的屁 是吧 焉辟汉 那我们念的时候 焉辟汉 是因为 这是一个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 假戒 他摆了的一词是法令 这个P是法令的一词 最早的时候表示躲避 焉辟汉 焉是哪里 疑问的一个词 哪里躲避 这个灾汉 就是说 郑庄公没有说自己 因为别人说 你要制止你的弟弟 你的弟弟这样的话 将来 那郑庄公没有说 自己想 他说 我妈妈想要这样 我妈妈想要在京 或者我妈妈想要把他城市做大 焉辟汉 他说我哪里管得着呢 我是儿子 我很孝顺的 我妈妈这样 只是这样一个理由 焉辟汉 哪里躲避得了三汉 他说即使是有的话 我也躲不了 我妈妈要这么做 没办法 那么这个P最早的时候 它是当法令讲 后来当躲避的 最早没有一个字去记录 躲避这个意思 因为躲避这个意思 好像我们觉得比较虚 是一个动词 但是呢不是很实 所以呢 他没有造一个字 就借这个 那个B 就表示躲避 再到后来呢 才又造了 加了一个走织 造了这个躲避的B 所以这地方是一个 同讲字 焉辟汉 对于江氏和焉之友 那么这个债中呢 还是继续的去境界 这确实是非常忠心的 而对这个古文观止呢 就会对他的评价是说 对这个债中的评价是说 当这个事情整个的 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完以后 再去评价债中 他说这个债中是梦中人 其实他没有看清楚这个事情 其实他并不知道 这个郑庄公到底想干什么 他说他基金叫 江氏和焉之友 江氏和焉之友 这是一个语续上 和现在汉语不一样的 如果按照现在汉语的正常语续 你觉得他应该是怎么说 江氏有何焉 那么因为这种句子 我们以前见过 我们说何漏之友 何漏之友就是有何漏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 比以前至的句子 楼声明那边 何漏之友 那有何漏 有是位于 何漏 或者是何焉 是他的定义 有何焉 有什么 简陋 有何焉 有什么 满足 这个焉是满足 大家觉得 这个焉和现在的差别 就非常的大 是吧 焉 早期的时候 它的词义是满足 只指的是 这个满足是指的 吃饱了以后的一个满足 吃饱了以后的满足 这个满足是指的 吃饱饭 那么再后来发展隐身 发展出来 厌恨 讨厌的意思 一般的人认为 发展轨迹是这样的 就是先有满足的意思 将是何焉之友 将是有什么满足 再后来 从吃饱了饭 吃饱了饭 如果再看了东西 它就会生厌 所以发展出 讨厌 这个意思了 那么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 这个厌的一定是有 这两个词语 一个是满足 一个是讨厌 你看起来这两个是反的 至于这两个意思 怎么从A发展到B的 这个过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这个词语是客观存在的 这个地方就是满足 将是有什么满足 好了 休息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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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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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你早早的给你的弟弟呢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不要给他一个 比如说京这种地方太大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 我记得好像住这个国民观止的人 他就说过 这个郑专公同意他弟弟在京这个地方 京是一个最大的 也就是国都之外最大的一个地方 他在同意 书上记得说 因为他强的说了 我慢慢说哪个地方 我就同意哪个地方 那实际上郑专公自己觉得说 这个地方大 那么就可以让公书 升出扩张的这个心来 因为这个地方大 所以他就扩张的心想 应该就会升出来 所以去扩张他的这种野心 麦难图也 麦草又不可除 旷军之宠地乎 这个是苦苦婆心在中 麦难图也 麦延将会难以图谋 难以对付 他如果他说蔓延开来的话 他本身那个地方就大 难以图谋 麦草又不可除 旷军之宠地乎 他说蔓延的草 这个蔓草 今天可能还有词叫蔓草 但这个地方不是指的那种草 而是说蔓延的草 这是一个词诅 蔓延的草尚且不可以除掉 蔓延的草都很难以清除 旷军之宠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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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军是国君的你的弟弟呢 他如果扩张了的话 和你是这种关系 那你怎么办 所以他有个人的关系问题 公曰 多行不义 他没有主动去说什么做什么 都是别人来劝他呀 来请求啊 他只是答应或者是否决 他完全处在一个被动 你觉得他是一个弱势的 而且是无所为的这么一个状态 多行不义 必不必 多做不义的事情 一定就会倒霉 义在古代用的非常的多 今天也还在用 我们说见义勇为 那么这个义是什么 用你的话给义下一个定义 这义勇为 什么是义 多行不义 什么是义 义是非常的非常的常见的 能不能够说清楚这个义 找一个人说一说 从乡 随便说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义 实际上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是让我们说的比较准 所谓的准不是说你一定就把它的限制的 而是有很简短的 但是呢 你不会漏掉它 义是什么 如果做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就会受到惩罚 对 做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叫做惩罚 那么这里边你就 你是把这个话翻译了 好 请坐 你把这个话翻译了 但是这里边你已经讲出来了这个义了 好 你的义就是这个 所以为 应该 他说是应该做 他把这个话翻译过来说不应该做 那么这个义是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义 义和义在古代的意思有相同的地方 都是指的事义 所以所有的义 不管是你今天我们说的建严永维也好 古代说的所有的礼啊义啊 他就不同的地方上的场合上的了 那这个义都是指的应该的 所以应该就符合你的身份 你的地位 你的职责 你处在某一个环境中应该做的 那么这个义是可以变的 义是可以变的 什么时候是事义的 那么它不是一个词的东西了就 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事义的事情 那么我想这个义说的非常的准确就 这是古代人的这个注释 他的注释 他把这个义和义连在一起 而义和义确实它两个词译上 将来我们会知道词译上会有一种关系 一种同样的关系 这个弊不是今天用的 常用的这个死这个意思 而枪毙你死 这个弊是指的跌倒 跌倒 多行不义必自毙 就是多做不义的事情 多做你不应该做的 对于公书道来说 他不应该做的 就是他不应该扩张自己的土地 他作为一个国君之下的一个地方官 那么他应该是有一个独成的大小的 子孤代之 子就是对对方的称呼 孤是孤且 你孤且等待吧 那么这个你已经有点露出来了 郑庄公的这个 有点胸有成竹 他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 子孤代之 你等着瞧吧 他会自己再来露的 一个是胸有成竹 再一个是 他对自己的态度 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 有点 心灾乐祸等着看他的好下场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有点出来了这个味道 借尔太书命西比卑比二于己 借尔过了不久 既然个个不管 那么我原来扩张我自己的城市可以 我扩张我的土地也是可以的 借尔不久 太书命西比卑比二于己 比是指了边境的城市叫比 那么这里边就出来了这个 国都叫国 国都之下的大的城市叫都 大的都市之下的叫义 义下头还有比 这个比是边境城市 那么你看这个都和比 它的偏旁右边都是同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义 从义编过来的 本来这边是写的一个义 我们说的义是城市 所以都和比都是城市 只是它是不同的地方的 一个大城市 一个边境城市 所以它的义符 它在造字的时候 义符都是同这个义 当它的义符的 就在右边的这个 那么它左边的是什么 左边如果写一个耳朵呢 左边会有什么字 主 哪个主 会有什么字 左边一个耳 右边是 哪个 陈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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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或者说写这个简单的也行,羊相应的因也是从这个的,是吧,因也是一个在这边,那么在这边的都是城市的这个意,右边的都是意编过来的,那么郎是一个地方了,那么它是城市了,这个郊更是了,城外头就是郊,所以它是城市了。